所以有一点功德,但是没有办法来超越福慧圆满的佛陀,所以最大的善是念佛,你会念佛再兼修诸善。 所以这个永明元祖大使里面讲,万善同归,永明元祖大使有这个集,后来雍正皇帝亲自给这个集作序,推广这个,万善同归集。万善同归是什么地方?同归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最大的恶我们不要去做,最大的善要修起来。我们这个人呢,这就好了。诸佛菩萨都笑,然后阿弥陀佛经理说,十方诸佛,六方,那个六方其实就代表十方了。 十方一切诸佛都出广场设想,参叹你了。好啊,好啊,好啊,你这个人选了,成功了,总算觉悟了,勇往高处走,你这才选对的方向,否则你方向都不知道。 难言北则,每一个生命本能的都想追求快乐,但是却不知道快乐的原理,却不知不觉为自己造下了痛苦的,埋下了痛苦的地雷。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给自己制造痛苦,却每天都给自己制造痛苦。抽烟是不是给自己制造痛苦?喝酒是不是给自己制造痛苦? 还要折毁、不是要折瀚了?一个人一个人吸毒,整个家都完蛋了。就出话了,不好听,忏悔,都完了。 不能说话 真是这样子 我那好多的那个都来求啊 吃素啊吃素啊 怎么我老公吸毒了 家里再也没有 从此没有凝食 没有凝食的 如果一个人你毒 你再也不要想你家里有钱了 读的人怎么样 读的人是书的多 还是赢得多 输得多 大家都知道的呀 都是明白人 你家里重视有万贯家财 输得起吗 输得起的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能赢呢 知道吗 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赢 这个 这个抽烟呢 抽烟烟壳里都写着 有害健康 你看我们这个人 聪明起来 聪明决定 笨起来 笨的人不得了 明明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还是吸 什么时候不吸 什么时候不吸 你自己 你自己要告诉你自己 不要做愚蠢的 不要做自己害死你的事情 有一次啊 我师父坐在外面 我有几个人在那里 骰胳膊 骰腿 我们那个极乐 是很高的 三顶上 老青不老的 我跑步 我那个天很冷 我跑步 跑得 穿了一个汉山背心 锻炼身体 一边锻炼身体 一边嘴里胶个烟 我们师父就问他 你为什么锻炼身体啊 说要身体健康啊 师父说 那你胶个烟呢 哎 哎呀 还是呗 还是呗 人有时候就脑子转不过弯 一点点才转不过弯 哦 你看这种山下 跑到山上多累哦 你看 为了锻炼身体 嘴里胶个烟 胶个烟干嘛呢 那不就是汉身体 不健康的吗 嗯 想过他 是 马上丢掉 吃醋 我知道了 我下次不出烟了 你看 明白人 一点就通 我们佛法是讲智慧 佛字是印度化 中国的意思叫智慧 智慧的生命 智慧的行为 这三个合在一起 全部都达到圆满了 就成为叫佛 这一个字 所以这个字是多一词 像菩萨也是 菩萨全称叫菩提萨多 我们中国简称菩萨 中国的意思叫觉悟了 但是还充满了大悲的情感 自己现在觉悟 已经跳出流道轮回了 但是不仍我们众生 父母还在流道里面 围护头来救我们出去 就好像这个房子啊 湿火了 然后他已经跑出去了 他完全有方法可以跑出去 但是不愿意自己跑出去 他再冲进来 再要救我们出去 像观音菩萨这样的 叫倒架持航 他已经完全在极乐世界了 但是再要回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救我们出去 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种 佛法很多 它里面有外来语 为什么不直接翻译呢 因为有很多种的含义 我们中国的语言 还在来诠释佛法的时候 还是显得很苍白的 所以不简单的用中国语 直接来讲 就像菠萨 菠萨 它翻译大致可以说 是叫大智慧 但是你说大智慧 有时候还是会跟我们世间的 分别的这种聪明会混淆 所以还保持着它的原生 菠萨 菠萨蜜 菠萨蜜 我们菠萨蜜的话 东南亚有菠萨蜜 我们海南也有没有菠萨蜜 不是那个菠萨蜜 这是印度化 中国的意思叫道彼岸 又叫彼岸道 翻译过来 因为它道治理 叫彼岸道 把自己的千摊灭掉 道彼岸 令众生也舍千摊 就像我们给那个三个道的众生 蒙三诗诗的时候 都会念 愿得饱满舍简单 诸托游民分进 天天念 菠萨菠萨的这个 菠萨能道比 忍辱能道比 忍辱能不能道比 能道比 六度婆罗律之一 请问 有人无缘无故地骂你 是 是你有罪还是他有罪 你很好的 别人来骂你 是你有罪还是他有罪 你要不要跟他生气 你反过来要怎么样 要悲悯他 不但不惯罪他 你还要悲悯他 是不是 忍辱有没有功德 有 要如果有功德 你要不要谢谢他 要 他不骂你 怎么得这个功德呢 对不对 所以 那被骂的时候 你要不要思维空静 你不思维空静 你怎么忍辱 所以忍辱 可不可以令你自己到彼岸 如果你到彼岸了之后 让你忍辱的人 你要不要违向功德给他 那他能不能到彼岸 那他能不能到彼岸 他也能到彼岸 所以今天你们在这听法的 你们如果能到彼岸 我说法的 因为你们听法到彼岸了 那我也有点功德 你们回向我 我也到彼岸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 相互的关系 所以天下 是不是给天下太平安 你们赞叹我也太平 也很吉祥 诽谤我 可不可以很吉祥啊 也可以很吉祥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有佛法多好啊 你看 有佛法好不好 我们给佛法鼓鼓掌 好不好 这个 学习佛法真的很好 生命如果没有佛法 生命是一片苍白的沙漠 绿洲没有的 生命有了佛法 不单单我们呢 幸福 我们快乐 也令众生幸福快乐 如果我像是没有的 我像是我是没有的 众生像也是没有的 如果我是快乐的 众生也是可以快乐的 对不对 所以从制度上来说 破我像 人像 众生像 从功德利益上来说 我得功德 你也得功德 大家都得功德 就像有一次啊 网站当的时候 我常常在那个游戏里啊 跟大家见面 然后就有人来问 哎 师父啊 说万法皆空啊 那我们还修怎么修啊 他这样来问 我说万法皆空啊 正好可以修啊 对不对 万法既然他因缘 他是要因缘和合的 那我们正好把那个 可以修改命 本来 本来我们 比如说算命的跟你说了 哦 今天你小心哦 今天你要摔跤了 那有的人说了 那我命中就定要摔跤了 那我 这小心也没有用 那请问 有没有办法改变 可以改变 因为你这个心摔跤是什么 是因缘和合的 那我就造一个 他不摔跤的因缘 那 这个因缘加进去 他是不是就那个了 比如说 这个水啊 这一杯水啊 很咸很咸 这个为什么会很咸 因为里面有盐 那要让他不咸怎么办 可以改变吗 可以改变他咸的命运吗 所以啊 里面加白水就行了 很简单的 我们生命也是这样的 我们生命没福报 可以改变吗 可以 就是啊 没福报可以改变的 因为你造作了没福报的因 里面有没福报的因 我们再把它造一点 有福报的因 他就行了呢 那这就可以了 所以生命 改变生命 易如反掌 这个我们佛教徒都是这个证明 都是这个证明 所以正因为如此啊 我们每个人学佛的 是不是为了修改命运啊 这一佛法教 我们俗话做 遇难成乡 焚凶滑极 在佛教来说 这个是 没有什么奇怪啊 很正常啊 所以我们才要信佛啊 有的人信佛来 这些都怀疑 这也是蛮奇怪的 嗯 因果因果们 它有因有果的 你造因它不就是 果就就就就有不同的果了吗 哎 那个 所以这个 只要我们 所以我们 俗现说 只问根源 不问收果 你只要给自己造好的因 放心 肯定有好的果 嗯 我们前面啊 就这样啊 这样 记忆里面也了解了 为什么我们世间 不能做究竟的依靠 同时也慢慢地明白了 佛 法 和身的这个 殊胜 哎 为什么我们要回一三宝 一三宝 为师 哎 一三宝 为我们生命的 这个指路明灯 除了它是我们的 黑暗当中的指路明灯之外 它也是我们苦难的 生命的 甘露 哎 有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啊 就像火 就像大火在烧啊 苦 痛苦 不堪的时候 哎 这个佛法 三宝啊 也犹如这个 蒙国当中的这个 道路一样 清凉路 一下 哎 哎 火没有掉了 哎 人生的苦难没有了 哎 这个 丝毫也不用怀疑 佛菩萨来我们地球干嘛的 救苦 救难 就是来救苦 就是来救难的 哎 就是 所以丝毫不用怀疑佛菩萨 所以我们自己也层层心心的好好修行 好好的 哎 就深入精湛 接受佛法的教导 像我们梦法时代啊 你对出家人恭敬还要分场合 还要分场合 我这边再给大家哦 在我们细致的再讲一讲 像我在闭关的时候啊 我的官房呢 有一个窗户 有一些信徒知道 哦 这个地方啊 嗯 这个地方啊 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在闭关 就常常呢 就有人到我窗户那里看 有一天呢 我就唯一这个窗户可以晒太阳 我站在那边晒太阳 哦 又有信徒看到了 然后这个 这个老阿妈 哦 很虔诚的在那个厅里 然后过来两个游客 看干嘛 这老太太就经常磕头干嘛 然后顺着她这个 磕完头之后 她眼看上来 她顺着她眼看 咦 看出了一个和尚 站在窗子那边 然后 当这个老阿妈再磕头磕下去的时候 然后 然后这个游人呢 你知道她这里说什么 说什么 哎 她就开始骂我 这个臭和尚 你看 那请问我又没有准罪过她 哎 但是你分析一下 她为什么要骂我臭和尚 她看到她在给我磕头 你在没有信心 不适合的躺和 你做这样的行为 就会产生别人的心理的逆反心理 对不对 别人产生逆反心理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得罪她 她也会对我产生恋恶心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一些弟子到我庙里来 找客人 我说慢慢不要拜 不要拜 到里面 到里面 到客堂里面把门关起来 拜 万一有一个游客啊 有一个乡客 他虽然是烧香的 但是他没有什么信心的 他或者对三宝有信心 但对我没有什么信心的 看到别人倒头变态 然后有的人看到我就拜啊 流泪啊 别人看着怪怪的 干嘛 神神叨叨的 要供 有的到我庙里 供养钱 更有当心 就是毒蛇 你觉得你供养我是钱 别人看着 你这和尚你看 天天打红包 多难清啊 你知道不知道 他又不知道你什么做功德 三宝门中啊 者一得无量报 一滴水如大海 者皆便无便无尽 他不知道这个原理 他知道 我钱呢 钱呢 钱是他的命根子 这和尚拿钱了你看 他只看到这些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要注意 一颗头千万万